老将霍福德气坏了 他在媒体公开采访时 竟然被记者当众耻笑 凯尔特人的内线核心 36岁的老将霍福德 在对战费城76人的G3前的媒体采访时 他说自己本赛季在投篮表现上 经历了起起伏伏 但是这是成为精英射手的一部分 这本来是挺励志的一件事 一个36岁的内线 在本赛季常规赛场均投中2.3个三分球 而三分命中率高达44.6% 排名联盟第二 不管放在哪个时代 这都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吧 尤其是在公开采访的时候 应该媒体们都站起来 集体鼓掌致敬 但是有一位不知趣的不知名记者 在霍福德话音刚落的时候 就当众发出了不屑的笑声 好像霍福德这番话在他看来 就是一个逗笔在说笑话 一向脾气很好的霍福德 瞬间被激怒 停下来对着这名记者严肃问道 这有什么可笑的地方 你为什么笑 你不认为我是一个精英射手 你没看过我的数据 这数据还说服不了你 这一连串的反问 让记者都不知所措了 只好回答你是你是 其实霍福德今年的表现 没输给上赛季的他 尤其是在正负值这点上 他现在是联盟第一 本赛季六场季后赛 霍福德的累计正负值达到加60 高居联盟第一 比库里的加49还要高 这么出色的一位老将 戴上头套就像维京斯的老婆嘴嫂 竟然被一名小记者不屑耻笑 要是加内特在场 早就冲过去 揪起记者衣领了吧